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广人独角戏 上一次我们讲了爱相随的故事 今天我们还要讲爱相随的故事 不过不要紧张 因为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这个 是另外一个传说的版本 而且 还是一个充满了乌龙的 黑色喜剧版 所以 今天我们就一起 开心一下 十多年前 我去了一趟浙江的温州市 当时我在欧江边上的 一个书店喝咖啡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来自台湾 叫做阿勇的年轻人 原来阿勇的祖先 就是来自温州 没想到 阿勇又被台湾的公司 派到温州工作 更巧的是 阿勇因此认识了一位 温州本地的女孩 交往之后 两个人决定要结婚了 开心的阿勇爸妈 也飞到温州来看看 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顺便也拜访一下未来的亲家 没想到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意外地揭开了一个 四百年前的悬案 而事情的真相 却又是那么的令人 啼笑皆非 写说悬案 四百年前 也就是明朝末年的时候 温州这里 发生了一个离奇的案件 一对小夫妻才刚结婚 晚上洞房之后 天都还没亮 才出嫁的小姑娘 竟然就死了 新郎也不知去向 死去的新娘被婆家下葬之后 隔了两天 就被赶来的亲家要求官府 开关掩尸 没想到 尸体竟然变成了一个 头发花白的老头 这下子温州地区的老百姓都吓坏了 大家相信 这一定是闹鬼了 官府为了要安抚人心惶惶的老百姓 于是派出了官兵 到山里头搜捕突飞与盗墓贼 准备要好好地彻查这件案子 没想到官兵进了山之后才一天 县城里就遇到了海上来的倭寇进城抢劫 更让人无法相信的是 不论是官府派去搜山的官兵 或是山里头的土匪盗墓贼 还有海上来的倭寇加起来几百个人 第二天就被发现 全都死在了土匪的山寨里 最离奇的是 是那一对新婚业新郎失踪 新娘暴毙的小夫妻 过了几天 却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在自己家里的床上 又醒了过来 这件事情随着明朝末年的改朝换代 中断的调查使他成为了永久的寻案 没想到四百年后阿勇的婚姻 竟然意外地把一切都说清楚 原来阿勇家里这一支 是在阿勇网上数十四代的爷爷的时候 去了台湾的 这位阿勇祖先级的爷爷在到了台湾之后 写下了他的日记 详细记录了他是如何从温州辗转到台湾 落地深根的生命历程 阿勇的爸爸特别带了一份复印本 准备送给温州的亲家 阿勇的准岳父岳母 津津有味地看着阿勇十四代之前的祖先留下的日记 他们不断地看看日记 又转头看看阿勇 神情越来越复杂 简单说就是 满满的惊讶 与难以置信 最后 一个大约四百年前的悬案 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的 真相大白了 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明朝末年 温州这里一个叫做阿宝的年轻小伙子 正要开始他的人生 只可惜阿宝是个哑巴 没说过教育 读书写字 一概不会 不过 家里有些积蓄 还算是有钱 于是 家里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 对方是离温州城里不远的山里 一个叫沥水的地方的人家 倾家姓田 准备过门的姑娘叫小倩 婚事办得很热闹 连续折腾了好几天 才终于将小两口送进了新房 但是第二天直到中午 阿宝与新媳妇小倩这小两口 都还没起身 房门紧闭 阿宝的父母亲心里不舒服了 欣赏这对年轻孩子 虽然是新婚 但是睡到中午也太不像话了 于是 硬着头皮去敲门 没想到 屋里面根本没有反应 一肚子不高兴的老两口 硬推开门之后 惊讶的发现 才嫁进门的新媳妇小倩 竟然全身赤裸 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 看样子 早已经没了气息 而屋子后头的窗 却是敞开的 儿子阿宝则是已经不知去向 阿宝的父母 百思不得其解 却也万般无奈 只能一万个不愿意的 刚办完喜事 就接着办丧事 还要赶紧请人四处找寻儿子阿宝的下落 同时马上派人到利水去通知亲家小倩的死讯 不过在明朝那个年代 温州到利水一趟往返 起码要四天 当时正是七月酷暑的季节 小倩的尸体在棺材里放不了几天 最后没办法 只能在小倩娘家的人赶到之前 也就是第三天 就把小倩先下葬了 由于阿宝的父母 觉得对小倩与小倩的娘家 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于是给了小倩一个风光大噪 还把传家之宝 一根又大又粗的大金链子 从阿宝的母亲脖子上取了下来 戴在了小倩的脖子上 当作是陪葬 等到了第五天清早 小倩娘家的人终于赶到了 亲家来的的人 把事情的前进后果弄清楚了之后 自然是对这样的结果完全无法接受的 小倩娘家认定了 是阿宝不知何故弄死了小倩 然后为罪潜逃 否则这个事情根本无法解释 阿宝的爸妈 当然也是难以自圆其说 只能万般无奈的 配合亲家一起上官府 请求官老爷把事情调查清楚 当时的先官对这样的事情 自然也是觉得不合常理 于是准了小倩娘家的请求 派了五座 也就是现代的法医 去刚下葬的小倩坟上 将小倩的棺木取出来 准备开棺掩尸 决定先搞清楚小倩真正的死因 再看情况 继续深入调查 没想到 开棺的结果 却让大家大吃一惊 因为 棺材里面躺着的 竟然不是小倩 而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老头 陪葬品也全都不翼而飞 这下子可把温州城里的老百姓吓坏了 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鬼魅邪说 快速的蔓延开来 立刻搞得整个温州城 人心惶惶 官府无奈 只能一边发布 对阿宝的海捕文书 一边上报朝廷 将它列为全国的讨好通缉犯 同时 派出官兵 到山里头把土匪跟盗墓贼 都抓来 准备先搞清楚小倩尸体的下落 与棺材里面那个老头的身份 这件事情发展到了这里 就因为明朝末年的兵荒马乱 因此没有了下落 然而阿勇父亲带来的这本日记 竟然无意间交代了整件事情 原来是小倩下葬的当天 山里头最有名的盗墓贼马三 就准备好了要盗小倩的墓 只不过 当晚要动手的时候 竟然发现 有一个同行比他先下手 不但早就把墓都挖开了 连棺材都已经撬开了 还把死人身上的大金链子取下来 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马三心想 我马三是盗墓的祖师爷 这个老头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今天不收拾他 我马三以后还怎么混 于是马三决定黑着黑 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 捡起一块石头 就把对方给敲晕了 接着把大金链子取下来 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随后 吩咐手下 把这个不长眼的同行 放进棺材 钉回钉子 埋回木屑 让他活活的闷死在棺材里 再将原本棺材里的尸体 一脚踢下山坡 现场看起来 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切神不知鬼不觉 就在盗墓贼马三完事走人之后 山里头另外一个老大 土匪头子大王 他也从山下的小村庄里 抢了一头牛与一个壮钉 当时正在回山寨的路上 却遇见山坡上 突然滚下来一个人 土匪大王吓了一跳 以为是有什么人想要暗算他 走近一看 咦 竟然是个姑娘 大王的军师发现这个姑娘 虽然不会动 但是也没有死 而是尸觉 尸体的尸 暈觉的觉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休克 土匪大王喊来一个小喽喽 把姑娘背回山寨 点灯一看 哎哟 发现是个大美女 大王开心极了 心想这真是天赐良缘啊 嘱咐军师要好好地调养他 等姑娘醒了 就半场酒席 把她收座 压在夫人 土匪大王将姑娘安顿好了之后 又到屋里去探望父亲 却发现 她的父亲并不在床上 询问之后 只知道老爷子晚饭之后 带着小跟班外出 可能啊是散步去 土匪大王知道父亲身边有人伺候 就没放在心上 吃了些宵夜 就休息了 但是土匪大王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爸爸平时的工作 就是带人藏在山路边上 专门抢那些坐着轿子 挑了行李的有钱人 这两天老爷子注意到有同一批人 前几天才一脸开心地扛着轿子进城 没几天却又哭丧着脸抬着棺材上山下葬 打听了之后知道是这家媳妇才过门就没了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夫家因为觉得对不起新媳妇与婆家 因此这次的陪葬给的很厚重 于是老爷子当晚就带了个手下 准备去挖人家的墓 只是没想到带去的这个手下 胆小没出息 竟然怕死人 老爷子无奈 只好要他在树上蹲着把风 结果没想到 树上的这个小喽喽却成为了目睹老爷子 被盗墓贼马三拿石头敲晕之后 活埋的目击证人 不过他躲在树上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马三的团伙行凶之后 扬长而去 毕竟自己只有一个人 就算跳下去帮个老爷子 那也只是送死而已 等到了这漫长的一夜 终于过去了之后 还没到中午 官府的人就到了小倩的坟上 把棺材取出来运回城里 开关验尸的结果 刚才都交代过了 仙太爷立刻就派了官兵上山办案 官兵到了山里 第一个 当然是先找土北大王打听消息 结果 土北大王一看官兵带来的画像 大惊失色 因为 他认出来画像里的老头 就是自己的爸爸 难怪昨晚进屋里找不到他 原来是死在外面了 但是土北大王想不通的是 自己的爸爸怎么会躺在一个姑娘的棺材里 土北大王这个时候想到 盗墓的事情 那应该要找马三去打听啊 就在山里头的事情有点眉目的时候 山底下却又出事情了 那就是海边有倭寇上岸抢劫 还算有点钱的阿宝家 当然不可能幸免于难 阿宝的父母亲只能求窝寇饶命 说家里面值钱的是有一条大惊链子 但是昨晚被盗墓贼给偷了 窝寇听说有大惊链子 跟阿宝的父母打听清楚之后 立刻上山找盗墓贼马三 马三见来者不善 于是先假装友善 尝试跟对方交个朋友 但是窝寇一眼就看上了马三脖子上那条 闪闪发光的大惊链子 立刻动手就要抢 马三看对方人多势众 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 只能带着所有的手下掉头就跑 好在他们对山里面的各种路线都比较熟悉 很快的就跟窝寇拉开了距影 马三心想躲不是办法 于是带着手下上门去找土匪大王帮忙 一起对抗窝寇 然而土匪大王的小喽喽 远远的看见马三带着一帮人 来势汹汹 表情凶狠 赶紧回报土匪大王说 马三带着一帮人杀过来了 大王心想 我正要去找你 你反倒送上门来了 一个个还面露凶相 哼 看来我老爸的死跟你马三脱不了关系 现在杀过来一定是想要先上手为强 连我一起灭了 你马三自己当大王 于是啊 土匪大王集合手下 吩咐大家 抄家伙 准备火拼 跟土匪大王讲话讲到一半的官兵 对眼下的突发状况完全无法控制 只能退到一旁 看着土匪大王带领手下不好阵势 准备诱敌深入之后 把马三一伙全都做掉 官兵先想 不如等土匪大王与马三两伙人火拼完了 再出来收拾残局 就在马三冲进土匪山寨 一伙人愣在小广场上纳闷 诶 怎么山寨里没人呢 四周怎么一片死急的时候 土匪大王的手下开炮 火炮仰起的烟尘与四周冲出来的人与呐喊声 将两伙盗匪的恐惧与杀气 拉到了最高点 就在小广场上 土匪大王与盗媚贼马三两伙人杀成一片的时候 追着马三要抢大金链子的倭寇 也一路尾随冲进了山寨 倭寇对于眼前的两伙人杀的眼红的景象无法理解 但是很快就注意到 旁边不远的地方站着一群官兵 倭寇突然意识到 这一定是官兵设计的埋伏 于是气急败坏的举起武士刀 就往官兵这里杀了过来 结果 土匪大王 盗墓贼马三 官兵与倭寇这四股人 就不分青红皂白的 在小广场上杀了个昏天黑地 最后 官兵死不瞑目的对着倭寇说 你杀我做什么 而倭寇 莫名其妙地对着土匪大王说 你杀我做什么 最后是盗墓贼马三对土匪大王说 你开炮打我做什么 但是 一切都已经晚了 最后只有几个贪生怕死的倭寇趁乱逃走 没有多久 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的山寨小广场 又回到了之前的一片死急 一直到了晚上 山寨后面的牛红里面有了动静 原来是前几天被土匪大王绑来山上做奴隶的阿宝 他被关在牛棚里面又饿又渴 实在是忍不住了 就从里面爬了出来 结果整个山寨只见到了一地的死尸 其中一个还带着他妈妈脖子上的传家宝大金链子 阿宝把大金链子取下来之后 塞进口袋里面收好 又进到各个屋子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竟然又发现自己的老婆小倩躺在床上 怎么摇也摇不醒 摸不清头绪的阿宝 只能背着自己的老婆小倩 再到牛棚里面把自己的牛牵了 连夜就下山回家去了 经过土匪大王的军师调养之后的小倩 被阿宝背回家之后 天亮一清早 他就起床了 这个时候的小倩心想 嗯 今天是我第一天嫁到阿宝家来 一定要好好表现 于是立刻就开了房门去厨房准备早餐 阿宝的父母亲听到屋里面有动静 以为是倭寇又来了 没想到在厨房里面见到的 却是乖巧礼貌的新媳妇小倩 就在老两口对眼前的到底是人是鬼 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小倩却已经把早餐都摆上桌了 这个时候的阿宝也揉着眼睛进到了餐厅 从口袋里面把大金链子取出来 重新挂回他妈妈的脖子上 小倩则是一脸疑惑的看着全身又脏又臭的阿宝问 阿宝 你昨晚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啊 不要说小倩想知道 阿宝的爸妈想知道 县太爷更想知道 但是阿宝是个哑巴 他又不会写字 县太爷只能带着他到山寨的现场 经由一阵匕首画脚来猜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终于搞明白 原来是新婚当晚 阿宝发现小倩在一阵兴奋与急促的喘息声之后 就没了反应 正在发愁该怎么办的时候 又听见家里头的牛被人拉走了 阿宝急急忙忙从窗子跳出去 要阻拦的时候 没想到连自己也被绑起来拉走了 不久之后就被带到了山寨 白天就干些苦力活 晚上就被关在牛棚里面 直到昨晚又饿又渴 没办法爬出来想找东西吃 接下来就是前面发生的事情 最后你说还能怎么办 那几天的事情 大家只能当做没有发生过一样 除了那个被土北大王的爸爸带去盗墓 因为胆小躲在树上 没有被马三杀掉 但是又不敢回去山寨 最后被逃走的倭寇 顺路绑上船做奴隶的山寨小喽喽 他在船上做了好几年的奴隶之后 就因为倭寇逐渐被郑成功家族收编了 因而被带到了台湾 最终在台湾写下了这本日记 详细记录了他因为胆子小 却意外见证了这床悬案 从头到尾的所有细节 阿勇的准岳父岳母看到这里 静静的把日记本子放下 欲言又止的看了看 面前的阿勇与阿勇的爸妈 阿勇猜笑 他们可能是嫌弃他的祖先不但是个山贼 还是个胆小鬼 只好尴尬的笑了笑说 嘿嘿 原来胆子小 也是让自己长命百岁的一种美德 这个时候阿勇的准岳母笑了笑说 你误会了阿勇你知道吗 老天爷的安排真是巧妙的令人难以置信 当初的哑巴阿宝跟修克小倩的子孙 后来还跟胆小鬼山贼的后代结成了亲家 这位阿勇的准岳母大人一边说 一边把上衣领子拨开 露出了一根光彩夺目的大金链子 这位阿勇的准岳母大人一边说 这位阿勇的准岳母大人一边说